庆祝基隆港65周年 港务局特别在台北港举办活动 邀请巴黎疗养院的院民走入社区 并且和港区的业者脸花惹草 绿美化台北港 为了庆祝基隆港65岁生日 港务局这次突破以往的庆祝模式 选择在台北港邀请巴黎疗养院的院民 和台北港区的业者 一起来参加这次的庆祝活动 举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是我们基隆港成立65周年 我们65周年最主要就是有三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节能减碳 我们就是立美化的这些动作 第二个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弱势团体 第三个因为我们今年的主轴 施政的主轴是内客外货 所以我们有行销我们邮轮的一个动作 这次在台北港举办庆祝活动 不但邀请了两院院民一同留下自己的手印 也将基隆港绿美花的活动延伸到台北港来 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手印印在传承下去 大家共同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 大家更共同的来来维护这个港来爱这个港 拓下手印就好比双方定下了山盟海事 要一起爱护台北港 而结合台北海洋技术学院一起办理的 一生一树绿海家园 则希望唤起环境生态的重视 天外天新闻沈舟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